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两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些 软件开发的一些标准化的流程 那这些标准化的流程呢 你如果想完全掌握 那你必须有足够的工作经验 然后呢 整个软件的产品的各个阶段 你都充分的接触过 你才能完全领会到 否则的话 你只需要了解一下就行 因为呢 只有你带过团队 设计过产品 从一开始到项目策划 到最后项目实施 整个阶段圈接触过 才能明白里边的每个环节 如果每个文档都详细的设计过 然后都沟通过 那这样的话 才能领会到里边的每一个细节的作用 否则 如果你是刚进军程序员这个行业的话 那你只需要了解 有大概这样的一个流程 是标准化的流程即可 因为你刚开始工作 你不会涉及到整个全系列的一套的东西 你只有可能说 你只负责详细文档给你了 然后你照着详细文档 把代码实现出来 或者是某一个模块交给你了 你把某个模块实现出来 或者你专门负责测试那一块 对吧 或者你专门负责开发那一块 以及前面的需求那一块等等 只有你成为公司的级别比较高 能整体掌控全部的项目的时候 你才能会全部的细节都会了解 所以要根据你现在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是负责哪一块的 就专门这一块的详细研究 比如说你是负责测试的 那你就专门去研究 跟测试有关的 什么一些文档怎么写 然后测试如何测试 什么是白颗测试 什么是黑颗测试 白颗测试怎么弄 黑颗测试怎么弄 对不对 如果你是开发的 那你专门研究你开发的一顿 首先是提高技术 然后文档怎么写 写完之后怎么去修改 数据库怎么设计 对吧 关心你要做的那一个模块 但是整体的了解 对你也是有帮助的 你就会知道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配合 对吧 然后呢 乘上旗下会好一些 所以呢 咱们上两节课的那个标准化 开发流程只剩你了解一下整体过程 但是并不一定说你非得去掌握 那在咱们标准化流程中 咱们说了 现在咱们这个课程是针对程序员的做的一些讲解 所以你作为成员 那你必须了解的就是 你得知道需求 其他什么可行性分析报告啊 或者什么的测试报告 那些东西你都不用管 你作为开发者 你最需要了解的就是需求 你得有 然后 数据库设计得有 程序设计得有 这是最主要的几个文档 也是开发中最重要的几个模块 所以呢 从这个开始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一个项目中的文档该如何编写 都写哪些东西 那这些文档呢 你可以在细说PRP第二版的27282930 专门为大家这个开发项目写了四个文档 一个是标准化开发流程 一个是需求分析书 一个是数据库设计 还有一个程序设计 当然这些文档并不是说 因为这些文档是伴随着整个项目 开发周期的 比如说 我在开发的时候 觉得需求哪不合适的时候 那我边开发边改一些需求 那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也是边开发边改一些数据库设计 测试的时候 那测试完之后哪不合适 需求不合适啊 或者数据库设计不合适 还是程序不合适 我都会去改呢 所以这三个文档属于整个项目都开发完最后改完的那个版本 而不是项目刚开始初期一建设的时候就写出来的 因为项目开发初期刚开始那需求你不会写的很全 对吧 那程序设计数据库设计也不是说那么非常好用 但是你必须让他跟整个项目的原代码配套同步 所以呢就是边参考这个边写 有的时候边修改 不是说都写完之后 以后在编码的时候 这个需求就再也不动了 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的第28章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说明书呢 咱们在上级解课的流程说了 要经过很多条件 最后才能形成这个需求说明书 当然在需求阶段不光是需求说明书要出来 比如说用户的试图啊 简单试图啊 用户的操作手册啊 等等等等都要出来 那在需求里边有可能模块划分的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经过后期开发的反复修改的时候 就会把它 比如在项目刚运行的时候是草稿阶段 那有可能项目发布的时候就是正式发布的一个阶段 如果现在项目正在开发呢 就是什么正在修改阶段等等等等 所以呢项目需求是整个你产品的一个灵魂 需求如果确定不明确 那项目就没法开发 所以需求的文档是一个最后最后需求 不管是你谈的记录的笔记整理还是什么东西 最终形成这个需求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再往下走 比如说呃程序设计或者数据设计都要依赖于这种数据呃需求分析书来进行 那格式呢呃 我采用了是呃 国家标准的需求说明书的设计格式 也结合了呃大概有几十家公司的一些需求的特点 然后融会出了这样的一个文档 当然了呃 呃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需求都是很细很明确的 有的公司你看有几十个表的项目 那需求书有可能就三四页 也有的公司写的非常庞大非常复杂 而且呢不按章法来 所以说每个公司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套路 你说他不规范 但是他可以用 可以实现自己的项目 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呃 还是没有一个标准可遵循 所以呢 呃就算咱们这个写出来的 有的公司跟他因为不同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的公司看跟我们公司不一样 那他认为你还不是标准 对吧 但是有的公司 他就不能想自己没有需求书的 就会认为这个很标准 所以我跟你说 需求分析书这个东西 有国家国标给你的一个模板 但是那模板太复杂 一定要灵活运用 咱们这个就是既参考国标 又参考多家公司的和呃咱们自己公愿的呃工作经验的一些总结融汇出来的一个需求说明书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写需求书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个以这个模板进行去分析和设计 啊前面这些呢标识呢 就不用说了 啊 需求分析书 然后这都是呃标准格式 当然了下边这块 历史版本下边这块应该有 因为我这是书中直接提过来的 这块应该有一个呃目录 就整个文档的目录 因为你有文档就得有目录 当然这目录是整个书的目录 我就没往这个文档这放啊 大家可以参考系统PP 那部分去看 然后 呃历史的版本 因为咱们系统PP第二版 第一版的时候也有一个 但是那不明确 那第二版呢 呃咱系统PP最重要的一个改写 就是我把这个项目文档 尽量整理成你工作中能用的 能参考的东西 也容易理解的东西 所以呢 详细的重点写了写 这些文档 所以现在这文档 目前呢是呃 二点零的版本 是属于正式发布的一个文档 你可以参考 那文档 我这里边重点 都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呢 是基于不是CMS 也就是内容管理系统去写的 那 其实这个大家对这个不是CMS系统的 也呃 应该不陌生了 因为咱们前边呃 在课程讲解中 经常我会用到咱们这个系统 去做一些呃 就做一些呃 要你实力的一些参考的东西 比如说讲无线分类的时候 让你看过他 讲前面的很多东西 我都会前面都打刻过这个网站 大家看一下 但是记住 呃 我写这个不是CMS的 不是说为了发行去使用的 这是教学系统 所以教学系统里边 就会有一些正理 也有一些反例 比如说 我在模块划分的时候 比如说 那后台的应用 我就把它划分的非常明显 按标准去划分 那前台呢 故意是做一些反例 不按标准去走 这样的话去做对比 所以也有的功能呢 去写了两遍 一种是用最繁琐的方法写的 一种是最简单方法写的 那就是要你做对比 因为教学系统 只是里边能找到好的地方 也能找到坏的地方 这样的话 才能做教学的时候对比 如果全写标准好的话 你说什么什么代码是差的 那有可能说别人领会不到 所以这系统是教学系统 里边都是参考的 但这里边也 因为平时因为时间很紧 没有那么多开发时间 都是在课间趁学生做项目的时候 写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有的时候代码的规范度啊 也会稍差一些 但这个不影响你的参考 看一下文档的介绍 那首先呢 咱们要开发的就是什么 CMS BroadCMS 这Broad只是起个名字而已 那内容管理系统 那就是 首先是文档的介绍 这个文档的作用 那CMS呢 咱们不用说了 就是内容管理系统 现在你做的所有外边的零东西 基本上都可以成为内容管理系统 因为内容管理系统 你可以反过来去读 用系统来管理内容 那比如说 现在所有的公司的东西 都是用系统来管理内容 那内容就是表格 对吧 文字 图片 这都属于内容吗 所以像 博客啊 微博啊 还有什么论坛呢 等等等等 都算 应该算是CMS 但是那些有单独的名称 那内容管理系统 就像咱们一网站 后台发布内容 对内容进行自然海带管理 前台用来显示 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是CMS 那这里边 这里边呢 当然用了一些官话 需求分析 认真查了用户对 这只是 在写文档的时候的一种 一种格式 你在工作中 你肯定会分析 认真分析用户对系统的需求 咱是教学 使用的 所以呢 没有那么认真去分析啊 所以呢 这些呢 就是结构化的 然后本系统需求说明书全面 因为文档大概都是这样的 这只让你参考的文字的格式 你下载一个模板的话 它会告诉你 文档介绍该写什么 对吧 这到时候你 去读一读就行 然后编写的说明 像这部分部分 文档的介绍 编写的说明 这个在需求书里边都应该有 但是不是重点 那此文档对公司开发 CMS系统做了全面的什么分析 然后 编写这个目的什么呢 作为项目相关人员之间的 共识和约定 是软件系统开发制度 协议参考的依据 提供双方的参考 为软件开发者呢 进行详细设计和编程提供基础 因为它是作为设计的一个输入嘛 保证项目开发人员 按时保指的一个完成目标 然后作为项目周期的测试维护 等等等等的一些依据 这都是编写说明 那所以说这是文档的正常性 然后背景呢 一般的 你看这是RF8.1 那背景其实就是 就是你这个项目 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这项目由谁提议的 怎么产生的 就是项目形成的背景 就像每个人都有背景 那些背景是什么 对吧 历史原因是什么 所以呢 这话就简单说一下 你这项目 这样的话将来 别人翻出这个项目的时候 一看啊 这个项目当时是因为某某朋友介绍为哪个公司啊 开发他公司为了完成什么什么之类需要要求咱公司做的一个系统 对吧 这是就是这个汤式诞生的背景 如果做产品的背景呢 就是因为互联网有什么什么的需要等等等等 然后才有这个创意在形成的一个系统 这就是一些背景 所以呢 咱们这个呢 是具有许多 这咱们这个就是一些官话的去写法了 但是咱们对项目背景下边写的是对的 该项目开发的目的主要是作为吸收P2P的读者 以及拉面训练学员 在校期间的一个标准化项目的一个参考 这是咱们有开发这个的一个 一个背景 上面呢 就是用了一些官话的东西 那这个需求书谁来读 那系统应用人员 也是最终的用户 他肯定得读 那美工设计人员 你开发界面你得读 你得根据需求 用户的需求 你才能设计出界面 当然了 你不是说不一定说看着文档 就能做出界面来 做出原型来 那你必须得跟用户不断的沟通 然后程序开发者 照着他你得去设计 然后 这三拨人 基本去用 但是下边最重要的是 这是咱们给你提供的 PSP新人 什么项目设计和学习参考文档 当然这也不是说真正项目了 这是你现在在学习的时候 你作为你参考使用的 所以这会儿你就读着 你写这文档是谁在用 这就是读者对象 然后 那写这文档 你参考了 哪些资料 比如说西州PPP第二版 你可以参考 然后软件需求分析书的模板 还有什么CMS的一些设计方案 还有项目的审批表等等等等 就是其他的一些输入 那你参考的一些资料是什么 就是看你公司你在写需求的时候 你都参考了哪些资料 你都汇动下来 那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参考资料呢 这样的话 假如说 你不去参考资料 那你需求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话 是哪来的 有可能说你搞不清楚 对吧 所以呢 你有一些参考资料放在这儿 你就知道 我当时写的需求书的时候 我是参考了这些资料过来的 所以有哪些不明确的是 我再回过头再找一些这些资料 所以就把你在形成文档之前 你找那些资料全列出来 对吧 最好是有发行版的一些资料 如果什么电子版的话 那你可以去写一些 最好是参考一些国标的东西 不然说 参考同事李四的 他给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就没有必要了 最好是有一些发行版的 一些标准的东西 是供你参考的 一些书籍啊 或者一些规范呢 一些协议啊 这些东西尽量去写啊 然后呢 在你需求里边 因为需求看的时候 不光是技术人员看 最终的用户也会看 最终的用户也去 也会去看 那最终用户看呢 他对你这里边 有一些专业的名词 专业的名词怎么的 他不去理解 比如说 我随便写一个专业的名词 像 GLF 那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其实他不代表什么意思 在计算机里 好多都是缩写 那我这写的 比如说 那就是高乐峰的 手印这么缩写 所以好多词呢 是 不太好去理解的 所以不太好理解的词呢 因为 专业的人看 有可能经常遇到这词 还好说一些 但是呢 非专业的人看到 这些词缩写的时候 那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你还有那个大乱时间讲 有可能说你电子版的文档发给他 或者是纸质的发给他 你要当面跟他交流一点的分析的话 你当时解释还行 但是有都是项目沉淀 好多最终用户 他不懂技术的去看需求的时候 看业务的时候 那他要理解这些术语 我这只是简单 列了一下 比如CMS 就是内容关联系统 本教程以后提到的 所有CMS都内容关联系统 烂博兄连 就是指咱们现在 北京EDO教育的咨询公司 教程这里边 我就指系统PSP 不是PSP 就指的咱们 这个机遇的框架 不是CMS 就是咱们项目的名称 DFD图呢 就是数据流向图 简单DFD 它有什么 从数据传递到加工 以及输出 当然这DFD图 现在用的不多 反也行 但是学体它比较简单 一共就那几种图 后边见到时候 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 任务的到 上面是28.1 是属于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的东西 对于成型的项目 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 直接你考开发的 刚学习的 你写文档的话 上面那些任务 你可以怎么办 都是可写可不写的 但是你要形成标的话 文档上面肯定得有 对吧 如果你是自己学习的话 就想写一个文档 为自己 做为自己的一个参考的话 那你上面可以不写吗 但是是上交给公司的一些 标准化文档 上面需要写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 任务的概述 需求最主要就是能把 业务流程说清楚 那就是业务流程 就是你这个软件 完成的任务 对吧 那项目需求非常重要 不仅可以让成员了解 产品的需求 知道开发的目的 结果 也可以让系统应用人员了解 业务流程 设计是否完善 所以呢 需求书中 需求说明书中 必须有详细的系统功能说明 以及用户的操作介绍 这就是任务的一些概述 那首先就咱们现在假如说 不是CM是个产品 那先看一下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你怎么写 记住这一点 产品描述呢 既然是产品描述 就像两个人在聊天似的 比如说你问我 说告诉你 你写的项目有什么什么功能 那我就用白话的方式告诉你 我写的项目有什么什么什么功能 那我这个现在就在对于 我这个项目进行描述 所以呢 产品描述的目的就在于 你用简洁易懂的语言 把你的项目的功能说清楚 这就是项目描述 那我都说了 我这里边用一些图表 用一些东西 比如两个人没拿的电脑 就在路上碰见了 聊天说你在做一些项目呢 做什么项目 你能介绍一下这功能 那你也没有电脑 没有工具 也没有图 那怎么看呢 所以产品描述就是用白话 能把它说明白的东西 用白话能说明白的 那这里边只是一个简写了 没有太写 因为我这里边文档最注重的是一个告诉你格式和简单的实例 因为我要想 比如说把这个文档写的非常详细的话 咱们这几十页应该是不够的 你看我这简单的就描述了 不是 CM系统作为烂谱的兄弟 定制的一个内容系统 指代为烂谱兄弟的学员及CRP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项目开发全过程 当然也可以让一些非技术人员通过本系统轻松建设自己的网站 但这我就不建议 因为当时是教学系统 不是成型的产品 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网络方便的生活 这就是做对产品的意义 还可以进行交流 共享 展示自我 为个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就是要你建站 然后你能体现出这些价值 那通过本系统 这就说明系统的意义在哪 上面说的 那本系统达到网页的内容 分类的排版 这是开始说功能了 内容的发布 用户之间的文章的管理与交流 那通过对CMS调查分析 不是主要功能有下边 比如说分两个应用 有门网站 就是用户 为访问会员 访问可以在网站上浏览频道 浏览文章 搜索文章 会员可以发布文章 对文章进行评论 家外好友 发站内信的收藏等等 当然一般网站 现在像 像微博呀 什么论坛都具备这些功能 对吧 那后台呢 就主要对内容管理 那后台呢 系统为用户分为超级管理用户 网边与内容管理三种角色 网边呢 可以进行系统设计 管理栏目的分类 有些连接管理 内容管理员呢 可以对文章混层片进行管理 发布内容嘛 超级管理员有所有的权限 包括管理用户 用户组织权限 那这样的话 就说出了 咱们说什么 产品的大概应用的意义 咱们说的 详细的系统公共说明 和用户操作的介绍 但这个你只要能说的 越前当然是越好的了 那 通过这个描述 当然了 当时在写文档的时候 经常有这么一句话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所以呢 咱们还得继续往下走 看一下 也是第二部分 什么 系统的目标 这是你有了需求了 这系统最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 那根据需求分析和描述 以及用户的沟通 制定出时间网站有如下目标 就是 系统采用人机对话的方式 因为互动嘛 界面美观友好 简洁 框架清晰美观大方 当然这块就是一个 目标一定要设置的一个东西 这样 然后 因为上面描述都不太清楚 你不能说 有的公司一看到这个描述 就知道大概做什么了 对吧 因为用户 他也不太了解自己做的什么 只要是有这个一个系统就行 但是很多公司会很细致 那 下面呢 就是 系统的一个功能结构 那根据用户的调查需求 因为这需求书是最后形成的 总结成的一需求书 那最后总结出来 根据咱们那些用户描述之类的 咱们定稿的时候 就把它分成了 文字兴趣自己读吧 那最后咱们确定了 这个不是下面的 分为前台后台两个应用 后台是管理内容 前台是展示内容 那 前台呢 又分为内容展示 比如首页 二字 分类页面 然后呢 内容展示页面 然后呢 搜索页面 评论页面 对吧 然后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呢 后台叫做管理平台 前台叫个人中心 就是你自己在你网站上 管理你自己的东西 比如你自己发的文章 你自己的评论 你自己的短消息 然后你自己的头像管理 等等等等 这都属于个人中心 你的收藏 对不对 你的粉丝 你人个人为单位 你自己为单位的 这叫前台叫个人中心 后台就管理平台 对吧 然后呢 嗯 再往下分 内容展示就分为首页展示 列表展示 内容展示 搜索管理等等 这属于内容展示 然后个人中心的又分为登录注册 个人空间管理 消息管理 动态管理 那后台呢 又分了几个频道 平台管理频道 系统频道 这个频道 还有用户频道 对吧 然后下边每个频道 下边又分为很多个模块 那有了这些模块 怎么用框架的话 下后台就是标准给你分的模块 比如说 一共是一俩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模块 那我就十二控制器 很标准的 而前台呢 你看 我把首页 列表页 内容页搜索页 因为当时教学项目 这就是一个反例 内容展示 其实当成一个模块就行 而我现在把它分成了四个模块 那也得有四个控制器 而且一个控制器里边就一个方法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模块的话 就是内容展示模块 对吧 那里边有四个操作方法 有四个操作 分别是首页操作 列表操作 内容操作 搜索操作 就完了 对吧 那个人中心呢 我也把一部分合了 比如个人空间的管理 那有把很多东西都合到一起去了 其实像这个个人中心 能 这块是 猜的太散 给你的反例 那在这个个人中心呢 是合的太多 给你个反例 所以呢 个人中心 你可以再猜成几个 下面再猜成几个模块 这是通过最终需求 咱们形成的一个模块图 一般的通过分析设计 都能形成这样的模块 因为一个大的系统 就由多个应用组成的 而每个应用 就是由多个模块组成的 所以呢 通过需求讨论研究 最终肯定能确定 你有哪些子宫组成的 对吧 因为就比如说 不管多么庞大的一个公司 肯定他有什么 很多分公司 然后按不同业务的子公司 对吧 然后每公司有不同部门 对吧 有部门有可能有不同的小组 肯定能将一个大的菜单 很细 经常独立的模块去运营 所以一个项目一定要做到猜到模块 才可以 但是模块怎么整理呢 咱们前面课程有重点说过 只不过咱这系统里边 我在后边讲的时候会有一些 后台都是标准写的 前台有一些反例 刚才说的 能核的没核 能猜的不猜 对吧 但是你用的时候 你最好是按标准去走 这是只要你对比 然后有了这个模块图 其实模块图你需求的时候 有好多公司是形成不了的 需求功能的说明位都不错了 就很难提出这个模块图来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放在需求里 应该是很重要的 尽量让需求的时候 就能看到整体的一个模块 所以不要在设计里边去分模块 我觉得在需求里边去分模块 会更好一些 好多公司的这个模块的划分 就像这些东西 都是放在设计里了 那看一下系统流程 流程图 因为写软件一定要记住 是给人去操作的 特别你做的一个系统平台 是给用户去操作的 所以它操作的流程 一定要清晰 对吧 按照你的步骤 第一步该干嘛 出错了怎么办 然后再怎么办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流程 做了一个流程图 那咱们这个CMI 它就比较简单了 那流程图画的比较简单 那如果像那简单图 你画一个就行 如果很复杂流程图 那你就要分模块去画了 比如说 假如用户操作就很复杂 它本身就有一个大的流程 那你就要单独化 最后再整合 那这会儿这个就比较小了 你看很容易 就是假如说你刚登陆网站 是游客的身份 如果你不想成为会员的话 你可以可以搜一些文章看 对不对 可以检索 就是按分类去查一些文章 可以搜一些文章 可以查看一些文章 就简单功能而已 如果这里边文章 这个网站的文章 或者是新闻之类的 说的确是对我有帮助 那怎么的 因为你看过文章就看过了 没有收藏什么东西 那你就想成为会员了 对吧 如果不是会员的话 你就得注册 注册完再登陆 就是会员了 对不对 如果你直接是会员的话 你直接登陆 登陆失败的话 再登陆 这就是一个简单操作流程吗 只不管怎么样 注册也好 登陆也好 只要成为会员了 进来了 那你就是一个普通用户了 就不是游客了 就是这网站上 已经登记过你的信息了 那登陆之后 你不光可以有 以上的三功能了 你还可以干嘛 你就有个人中心了 那有个人中心就怎么的 你就可以收藏啊 别人文章啊 关注好友啊 发站内信啊 对吧 个人中心 关注好友啊 动态管理啊 发表文章啊 站内信等等等等 发表评论 你都有这些权限了 收藏 对吧 因为你是属于三线用户了 然后通过个人中心去管理 这这样一个流程 而这个管理员呢 当然了 咱们说管理员 必须得登陆 才能进入后台 管理员必须得登陆 进入后台 然后呢 在任何时候都退出 直接回到这个登陆界面 登陆后台的时候 在后台的时候 可以转到网站前台 后台登陆的用户 可以直接作为前台的用户 咱网站是可以这样的 然后登陆后台呢 你登陆的时候 登陆的时候就判断你有不同的权限 如果你是超级管理员的话 这三个你全 这三大 角色你都可以 从事这个工作 如果比如说你登陆来 只是网站编辑 那你只能干这些活 如果你登陆的权限 只是管理用户 你只能干这些活 你登陆权限 你只是管理文章 你只能干这些活 因为咱只只是 只特意的去设置一些权限 特意的去分一些角色 而且跟实际项目 跟实际 比如上线项目 那肯定要公司讨论去决定的 只不过我这里边 想办法用后台 有几种角色的一个扮演 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怎么去设置 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权限而已 而不是真正意义的 网站编辑就能干这些活 用户管理就能干这些 我管理文章就能干这些活 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这样 这只是告诉你 开发的时候 做一个参考 千万记住这点 好多人都认为 高老师写的这个 就是上线用的东西 怎么怎么样 不是就是教学用的 记住这一点 里边有反例 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为了某些讲课的时候 用到而故意设计的一些东西 那这就是一些流程图 因为只有流程图 用户就知道 是不是符合他工作的业务流 那业务流呢 不一定说整个网站的 所有的业务流化在一起 你就按照某个角色的流程 比如说你是假如你是公司的财务 你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你是公司的 比如说人力资源 那你的流程操作流程 或者某个模块的流程是什么 都要独立的去画 当然用手册里边一般也都会有写 所以呢 在需求里边 我建议的是把模块图流程都写出来 这样的话 能让别人更清晰的了解这个需求 但是有的有的人就认为说需求有这些就够了 其实还原有不够 你看咱们需求最重要的 其实是下边这部分 上边的都是能给你个大概的一个整体的构架的一个印象 而不详细 而且如果要详细的话 就得有详细的业务描述 你看咱后边的业务描述 比如说虽然通过系统概述 可以让我们了解系统的功能和操作流程 但不够详细 不能够体现出项目的具体需求 那你开发过什么就不容易做 所以呢 就需要通过对业务的详细描述 让开发者和应用 有更少人了解 那对各个模块描述都应该有 功能的概述 操作的权限 输入 处理过程 输出 让业务描述呢 准确无二 无二插进 那作为将来开发测试 验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所以 下边这个应用描述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 其实要写到咱们的应用描述这么细致的时候 好多公司假如有这部分了 他基本上都不去写程序设计了 按照这个一般成为成为就可以直接做项目了 描述这个程度 那比如说后台 咱们按照这个 模块 你看一共下边有多少个模块 因为上面这块前台后台是两个应用相当于两个大的项目 怎么去看 这只是后台的大的管理频道 他就相当于一个上层菜单 最底层的是下边这是模块 所以呢 假如说现在我就问你 公告管理或者是文章管理 等等等等 你知道在这个系统里边有文章管理这一说 但是你知道文章管理怎么管理的详细业务描述吗 不太精录 所以后边前面既然已经分出模块了 而那业务描述就是针对具体某一个模块的详细描述 那这里边后台有十个 前台一俩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一共二十个 那下边就针对二十个模块进行业务的描述 详细的 那咱们就找重点的几个 那要描述后台登录的管理 咱们先大概捋一下 找重点我给你说一下 然后有一个功能预览 后台操作界面的 功能预览 然后常规管理的 一些 你看看一下 先先握一下 看一下 都是针对某刚才那个模块的 那比如说咱就拿这个友情链接来说 现在你知道在后台里边有一个友情链接 那前台只是显示吗 那这里边怎么去描述这个功能 你看功能构成 友情链接都有哪些功能构成啊 也就是你确定了这个模块 那你就要知道它有哪些操作 友情链接管理 功能编号F05 这指的什么意思呢 因为将来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你项目组里边有十个人二十个人 那你在分配任务的时候 你不能说假如说这需求文档有几千页 你不能说把几千页都给他 他一看见很多 所以呢 针对某一个模 某一个模块都要独立形成一个文件 说张三 这个支援 这个工程师 你就负责友情联系和公告管理 那我就把友情联系和公告管理的文件发给你就行 其他不用发给你 所以这会有一个文件编号 也就是咱们现在是 放在书里边是都合在一起的 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功能编号 这种都是对应一个独立的文件的 所以你看这 功能名称 友情连接管理 编号这个设计者 当然这就随便写一些人了 然后功能需求者 然后呢 功能修改提出者 因为咱们这个要不断的去修改吗 开发阶段要修改 设计阶段要修改 测试阶段要修改 运维护的时候等等等等 都要不断的去修改这个东西 然后修改次数等等都标记好了 然后功能修改批准者是谁谁 那功能修改者又是谁 都记住住 这样的话将来 有问题或者出现一些东西 你能找到责任人 对吧 所以呢 这些都是套路的一些东西 然后友情连接管理 你就想 友情连接我都有哪些操作 友情连接管理都管理啥 对吧 它的功能是用哪些功能构成的 那友情连接当中有 添加友情连接 查询友情连接 友情连接排序 编辑友情连接 还有删除友情连接 这样的话你就了解了 友情连接管理 包括这么多功能操作 那这些功能操作 比就知道一个友情连接管理 要强的多吧 多了几个 但是还不过详细 下边一共有五个部分 就有五个说明 先说一下友情连接里边说明的话 先说整体友情连接的作用是干嘛的 你看 友情连接是具有一定资源互补优势的网站开发之间的简单的一些合作形式 分别在自己的网站上放置对方网站的logo图片或文字之类的 并视对方网站的超连接点击后切换等等等等 是的 用户可以用从合作网站中发现自己的网站 达到互联网推广的目的 因此呢 作为是网站推广的手段 这说明友情连接的功能 对吧 然后呢五部分说明添加有连接 就是通过系统提供表单界面添加 知道啊 这个操作是干这个的 当然了 咱们经常做项目的话 你只要一说友情连接 那就是直接会做了 或者你说个添加友情连接 那肯定知道怎么做了 但是有一些项目 比如咱如果不是友情连接 就是财务管理 对吧 那有可能说你不是学金融的 那就是一个财务管理模块 你不懂财务 那有可能就设计不了 咱只是拿你熟悉的东西在讲东西 对吧 每一个都有一简短秒组 那假如说 你就看到这个功能构成了 如果对一些成手成员来说 就可以去写东西了 对不对 已经够细了 这个有什么什么操作 但是还不够细 因为用户要完全准确性无二插性 那怎么办呢 这里边不给你编号了 12345 也就这里边的12345 正常画在图的时候 这块也要写编号 12345 上面是零F05号文件里边的 对吧 那这个呢 就得进一场 F0501指的就是 这个文件里边的第一个功能构成 有第一个操作 天价有情连接 叫做F0501 对它再详细的展开 这只有一句话说明了 那再详细到什么程度 看这 F0501 天价有情连接 那功能描述就是天价有情连接 操作权限就是 你要想天价有情连接 你就需要有网站的设置权限 你才可以天价有情连接 对吧 然后输入 天价有情连接输入 用户都录入哪些数据 这话就写上数据字典 对吧 网站名称 URL地址 logo图片 网站描述 联系人站长 email 写信方式 是否显示 就是这个 用户要输入 他可以有 开关 是否显示这个 这个有情连接 加工过程 那就天价有情连接 加工过程就很简单了 就是对用户输入的链接 那你通过验证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最终给他放到数据库里边去 那输出呢 添加这功能 添加完之后 输出什么 就能看到所有的 全部的一个列表就行了 那这个用DFD 就是业务数据流途呢 就是用户 对吧 然后他输入一些链接的信息 然后加工过程 就是检查链接 是否合法 然后呢 怎么的 添加到数据库里边 并查完出来 然后添加到有情连接记录里边 用这个表示数据库 或者文件 用这个表示一些用户 或实体的东西 然后拿过来 添加完之后 再把全部记录取出来 给用户 用户可以继续添加之类的 这就一个数据流途项 那在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 就是这块后边是备注的信息 或者叫注信息 就是这些东西 添的时候必须录入 所以 看着 假如说我是写 写后台的 并且是写后台内容管理中的 有情连接中的 添加的 那我就拿到 F0501文件 我就能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了 然后F052就是什么 有情连接 查询有情连接的 也是那个过程 需要什么钱 输入什么 加工怎么过程 03也是 然后 04 05 我功能都有了 那这写完之后 这只是描述的一些功能 这已经够非常详细了 需求能写到这个想象地步 已经就够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 什么 这个图有点看不清啊 当你实际看实际项目 这叫什么 功能预览图 也就圆形图 圆形图的时候 一般都在需求的时候 做出来 当然用户有可能不满意的时候 后期再调 现在有很多流行的 圆形图的软件 就是你在不写代码 用工具的情况下 就能把你网站的特效 什么都做出来 然后跟用户交流 所以说成员有的时候 一看见那个圆形图 咱们这个是切 放在书里边 可能是静态的图 那圆形图就跟你 真实访问这网站一样了 只不过 没有什么连接数据啊 就是用户的操作的 那种感觉 是跟真实上网站是一样 就是你做出网站的界面 怎么操作什么样 圆形图就能做出了 用工具 而且很快 就能做出了 因为在不用代码的情况下 只要点一下按钮 就像开发 微微之类的那样的语言 拖拽就可以出来的 一种圆形图 但我这都是做好的一些截图啊 你如果 实在不会画圆形图的话 像那个界面的话 你可画一下什么 大致的功能概括图 比如说 首先上logo该放在哪 就是首先上确定 该放什么 logo该放在哪 缓动片放在哪 公告放在哪 对吧 然后呢 哪个分类在放上 哪个分类在下 有情连接放在哪 你可以把规划图放到这 也可以的 那这就是一个详细的模块 当然这里边 二十多个模块 不能一一给大家说 这就需要大家自己去看了 最重要的 咱们这点目的 就是大家了解 什么是需求文档 怎么写需求文档 所以咱们就是从上到下 你看一下 一个文档 包括上面这 第一部分就都是那些 文档上必有的一些东西了 然后任务该速 从模块上 从流程图上 这些东西只能大概了解 这个网站具有什么功能 哪些模块 而具体的哪些模块的详细的 因为你要不准确 有二差性 那将来开发测试 那就不行 如果像这个写的话 那将来验收标准 什么都可以按照这个来 那后边 以至后边二十个模块 因为这些文档呢 这几个文档 肯定要给你提供一个权的 因为虽然说的篇幅有限 但是尽量给你提供一个权的 那我就把需求文档给你 因为需求文档是 整个项目的一个什么 咱们说了 一个灵魂嘛 所以这部分 你可以参考一下 后边那几个文档 都是像刚才讲的模块 是只给你提供一个 相同的测试方式 就就没有去写 看呀 这像测量模块 一直到 最后 拥有主拥有管理之类的 每个都是一个独立的文件 合到一起的 所以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 将来你公司用的时候 你可以吸到这个地步 也就可以了 等下后边还有一部分 当然像这样的话 比如说 下边还可以有一些紫模块之类的 你可以继续往下画的 这里边形成编号 这样的操作就多了 这是咱们前面举的那个反例 那下边就是系统的运行环境 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写在设计里边也行 那需求的时候提供一些设计 一般都是我这个预计的访问量 或者什么都提供 那硬件环境 对于咱们这个 然后这件 服务器装处 CPU 建议什么什么样就可以运行 内存什么样就可以 对吧 然后呢 软件环境 那就是操作系统 Linux下边是推荐的 咱们这个Linux Windows可以兼容的 那使用的路软器什么的都可以 开发工具 Vizense Studio 然后最终 一定要需求 要两拨人评审 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需求不是说技术 设计的技术不是很多 所以呢 用户大概肯定能看懂 他就知道这个 是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为什么每个模块都写那么细呢 因为在公司的一些项目中 那个模块不像咱们这个 你看公告官里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那个模块要详细的介绍 说我录入里边提供的数据 字典数据 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 对吧 然后是不是这个权限 他有一点点对的 所以呢 评审呢 要有两拨人去审核 一个是业务专家 一个是技术专家 业务专家就看 通过这个功能描述 能不能完成我想要的系统 那技术专家 就是里边有没有哪些技术 是咱们实现不了需要外 或者有一些需要外包的 等等 如果两边都同意了 那就可以走下一步 继续开发 好 这就是咱们的 需求的一些设计格式 大家要想想要了解呢 因为这个需求文字太多 你要是 只是了解一下设计过程就可以了 公司呢 都会组织分模块 什么去编写的 这个呢 不算是什么难解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 因为程序设计 程序的设计和数据库设计呢 两个通常是并行的 所以呢 先将奶后加奶都可以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就到这里 人生自古 随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兵中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土上飞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年 不觉晓 处处 学 PHP 在庭院 做 比 厉害 在庭院 学 学 PAP 众里 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 正在学 PH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幸福 本词 我以后 ol 没有 城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